上当百年 七世大观 各位看官好 欢迎您再次光临七世大观 今天是韩战系列第三集 说说在中共国貌似碰不得的人物黄继光 很多观众都说 你们做了件好事 把共产党几十年来玩命维护的英雄模范都说翻了个儿 还有朋友着急点拨我们没来得及还原的共产名人 这让我们很欣慰 很感动 汉没白留 在此一并致谢 别急 直到2009年9月10日 中宣部等部委还把黄继光评为 一百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呢 您想 中共七十一年百万亿的浩大洗脑工程不是一下能强拆完的 是吧 但请放心 我们几百集的反洗脑节目也不会停歇 挖坟尚未有穷妻 也希望大家一块上 好 书归正本 黄继光又是一个十几亿中国人熟的不能再熟的名字 鼓吹革命英雄主义是中共保党保全的熟练业务 黄继光肉身堵枪眼还有比这更英勇的吗 所以 人死了快七十年 他却还是很赚钱的洗脑工具 就像上集咱们说的王城 黄继光 原名黄继广 四川中江人 共军副朝鲜第45师135团六联通讯员 1952年10月19日 在朝鲜上甘岭地区597.9高地阵亡 死时21岁 黄继光是不是堵枪眼而死 多年来质疑者众多 韩战研究学者穆正新曾在大纪元网站发文《引经据点》分析透彻 故本篇借用一些与大家分享 据他指 党媒新华社先后发过三个自相矛盾的有关黄继光死前的版本 黄死后一个月 1952年11月21号的人民日报就刊登了《新华社朝鲜前线20日电》 这是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的手版 电文称 有三挺机关枪疯狂地扫射着 挡住了我军前进的道路 随后 黄继光便提着手雷向前冲去 敌人的机枪扫 只见他摇晃了一下 又向着敌人地堡扑去 当敌人的子弹再次射中了黄继光的身体的时候 他已经扑到敌人的攻势上 并用身体堵住了一个正在发射的敌人的枪眼 接着他的战友们便发起了冲锋 这时敌人的火力点上另外两挺机枪又叫起来 正在这个紧急的时候 黄继光伸出了一只手臂 把一颗手雷塞进敌人的火力点里 轰然一声 敌人的火力点被完全炸毁了 战斗结束以后 战友们在黄继光的身上找到九个机枪子弹射透的洞口 各位看官 我们不想轻慢死者 但看到这儿 我实在憋不住笑了 为啥 没常识吗 我真想问问写稿的小伙还是小妮 你是党媒记者还是鬼怪小说写手啊 枪弹穿身而过 没事 连中树弹不过摇晃了一下 他是钢铁侠吗 胸膛堵住连续发射的机枪口 都被打成筛子了 还能继续观察敌情 发现另外两挺机枪又叫起来 更雷的是 黄英雄还伸出手臂扔了一颗手雷 把那两个机枪手报销了 这不 有人问了 既然还有手雷 为什么不先用手雷 却挺着小身板去堵枪眼呢 由于太过离谱 一个月后 新华社二版本出来否了一版 这回改成了先棱手雷再堵枪眼 敌人的三挺机关枪又变成了七挺机关枪 12月20日 《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记者石峰、王豫章俩人重写的 马托洛索夫式的英雄王继光 手版中荒谬情节被他俩全部删除 新版本补上了手版中没编圆会的几点 黄堵枪眼是天快亮了的时候 还有敌人火力典里的七挺机关枪洒开一个稠密的扇形的火网 黄用自己的胸膛抵住了正在喷吐着火焰的两挺机关枪等等 为强调权威性 新华社在文后还加了《编者案》称 此稿是经各方仔细核查最后判明的情节 不幸的是 二版本仍旧被民众批得体无完肤 老兵东雷做了精彩锐评 我们节选几段 石王的文章称 敌人火力典里的七挺机关枪洒开了一个稠密的扇形的火网 越打越疯狂 子弹像大雨一样的打在被炮弹炸起的山坡上的虚土里 黄继光的左臂和左肩被射穿了两个洞 他回过头来望了望 看见他的两个战友都一声不响的躺在那里 爆破的任务就完全落在他的身上了 于是 他忍着痛继续慢慢的向火力点爬去 直爬到离火力点只有八九公尺的地方 他就挺起胸膛 举起右手 准备把手雷扔向敌人 正在这时 一梭子机枪子弹又射进了他的胸膛 他又倒下了 他胸膛上被射穿了五个洞 鲜血密密的流着 他昏迷过去了 东雷瑞评 这段描写很假 一 如果是五颗机枪子弹 高速贯穿胸膛的话 人是会当场死亡的 没有一点存活的可能性 这可不是警匪片里的情节 二 谁在现场数出有五颗子弹 战后发现黄继光的身上有九个弹孔 现在加上左臂和左肩上的两颗 已经有七颗了 难道后来他扑到两挺机枪上时 只中了两枪 《时亡》文章继续 黄继光从极度的疼痛中醒来了 他每一次轻微的呼吸 都会引起胸膛剧烈的疼痛 他四肢无力的瘫痪在地上 他挣扎着用腹伤的左臂半支起身体 然后用最后的力气 举起右臂 把手雷向火力点扔过去 轰然一声 手雷在距离火力点不远的地方爆炸了 火光加着黑烟冲天而起 敌人的机枪不响了 黄继光也被这巨大的爆炸震得昏迷过去 东雷瑞平 这是一段记者的想象 手雷离火力点很近 而他距手雷爆炸点肯定不到八九公尺 苏质反坦克手雷威力巨大 一下子炸塌了地堡 地堡后面的五艇机枪和几个敌人 黄继光毫无掩护的处在爆炸范围之内 是不可能存活的 时亡文又说 在一刹那的寂静之后 忽然火力点里的机枪又叫了起来 那里的地堡是被打塌了 但没有被炸坏的两艇机枪还在一个枪眼里发射着 黄继光又醒过来了 这不是敌人的机枪把他吵醒的 而是为了胜利而战斗的强烈意志把他唤醒了 东雷瑞评 记者有读心术 连黄继光怎么醒过来都知道 时亡文 现在他已经没有一件武器 只剩下一个对敌人充满了仇恨的 有了七个枪动的身体 这时天快亮了 四十分钟的期限快到了 而我们的突击队还在敌人的火力压制下冲不上来 后面坑道里的营参谋长在望着他 战友们在望着他 祖国人民在望着他 他的母亲也在望着他 马特洛索夫的英雄行为在鼓舞着他 这时 战友们看见黄继光突然从地上一跃而起 他像一支离弦的剑向着火力点猛扑过去 用自己的胸膛抵住了正在喷吐着火焰的两挺机关枪 东雷瑞平 刚刚用尽了最后的力气扔手雷 现在又像一支离弦的剑 美军的两挺机枪并排放着 并排放着的机枪必须半米以上的间距才可能射击 小个子的黄继光 胸膛怎么可能同时抵住两挺机枪呢 这二版包装勉强挺到2000年中共开始纪念韩战50周年前后 黄继光的战友们纷纷出面回忆 窘的是 二版的一些情节又被官方否定 于是 三版出炉 又删改了所有二版遭质疑的细节 而且还是被不离不弃的新华网刊登 三版这么说的 1952年10月 黄继光所在营 与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激战四昼夜后 于19号夜奉命夺取上甘岭西侧的597.9高地 山顶上敌一个集团火力点 以三挺重机枪 四挺轻机枪的密集火力死死地控制着制高点 第一 第二个爆破组连续冲上去 两组同志全部壮烈牺牲 关键时刻 黄继光挺身而出 他带领两名战士勇敢机智地连续摧毁敌人几个火力点 一名战友不幸牺牲 另一名战友身负重伤 他的左臂也被打穿 他毫无畏惧 忍着伤痛 迅速抵近敌中心火力点 连头几枚手雷 敌机枪顿时停止了射击 当部队乘势发起冲击时 残存地堡内的机枪又突然疯狂扫射 攻击部队再次受阻 这时他多处负伤弹药用尽 为了战斗的胜利 他顽强地向火力点爬去 靠近地堡射孔时 奋力突上去 用自己的胸膛死死地抵住了敌人正在喷射火蛇的枪炎 壮烈卷曲 东雷瑞平 对照起来看 1952年经各方仔细核查后的新华社第二版实际上已经没有几行字能存活下来 黄继光胸膛上被射穿了五个洞 没人提了 黄继光堵住两挺机枪也不见了 官媒后来还证实 新华社这一版 竟把执行爆破任务三战士的名字都写错了 黄继广被写成黄继光 萧登良被写成萧德良 吴三阳西阳的阳被写成吴三阳山阳的阳 黄继光已经尽人皆知 中共只得将错就错 黄继广人死了 名字也跟着死了 最高党媒把人名写错 这种硬伤都可以将错就错 让人无语 当然也得看写错了谁 不信你把江泽民写成江亥民试试 肯定一追到底 然后打成反革命 不信咱们下集说 别忘了订阅 点赞 传播 骑士大观 咱们下集再见